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蜻蜓效应》 詹尼佛·阿克尔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和市场营销专家 在斯坦福大学研究生商学院担任市场营销学范大西洋教授 许多媒体都对他的工作做过专门的报道 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商业周刊等 安迪·史密兹为企业提供市场营销、消费战略和运营方面的专业咨询服务 曾先后担任过英特尔、宝利来等公司的高级技术总监 《蜻蜓效应》这本书包含了很多栩栩如生的原始案例和研究分析 通过真实的事例揭示了如何利用社会化媒体的蜻蜓效应 确立目标、吸引受众 让充满爱心的广大民众紧紧地团结起来 发动一场席卷全球的运动去解决社会问题 从而给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带来不可思议和美好的变化 读完这本书 你会学会通过利用社交媒体的力量来促进你的事业 不管你喜欢还是讨厌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像推特和Facebook这样的网站已经改变了我们与他人交流和合作的方式 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有效地接触到更多的人 结果我们发现自己被新信息淹没了 想想看 每天有数百万人登陆Facebook 发布新的状态 评论和照片供他人查看 与此同时 每分钟都有长达20个小时的视频被上传到YouTube上 而每秒都有数百条特推被发送给全球用户 更重要的是 这种紧张的节奏在未来只有可能加快 信息的泛滥意味着什么 简单地说 如果你想利用社交媒体的力量来创造社会影响 比如为你最喜欢的总统候选人助选 你需要精心制作你的信息 否则你将只是沧海一粒 并不是人们不关心你在说什么 只是在今天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是极其困难的 那么如何正确地使用社交媒体呢 本书将告诉你如何通过社交媒体来实现社会的变革 首先 利用蜻蜓效应 有可能使你通过社交媒体来实现社会的变革 在《自然界》中 蜻蜓是唯一能在半空中灵活快速地朝任何方向移动的昆虫 它通过完美地使用自知独特的翅膀来实现其飞行能力 同样 如果你想通过社交媒体来实现社会的变革 你也需要四肢翅膀 但必须像蜻蜓的翅膀一样 协调配合才能产生匪夷所思的效果 为了说明这一点 让我们来看看萨玛园公司是如何使用这四肢翅膀的 萨玛园是肯尼亚的一个慈善组织 为贫困国家的失业妇女和年轻人寻找数字化工作 第一只翅膀是专注 你必须确定一个简单而具体的目标 激励别人去实现它 例如 萨玛园的服务重点 仅仅是为妇女、青年和难民提供有尊严的工作 以便他们能够谋生 第二只翅膀是赢得关注 如果你想要影响别人 你首先需要吸引他们的注意 在沟通中 萨玛园强调失业会导致社会弊病 如帮派和恐怖主义 这一点绝对引人注意 第三只翅膀是吸引人们参与 如果你想让你的受众参与到你的事业中 你需要通过与他们建立个人联系 来让他们关心你的事业 萨玛园通过分享他所帮助的人的个人故事 以及为他们提供工作的捐助者的故事来做到这一点 第四只翅膀是采取行动 你必须使人能够采取行动来推动你的事业 萨玛园提供了三种行动 捐助者 依据他们的资源进行选择 最理想的行动是捐助者将工作外包给萨玛园 之后是捐钱 最后 最基本的支持行动是促进组织的发展 这一系列的选择 有助于并鼓励各种支持者参与进来 接下来 我们来详细了解这四只翅膀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第一 专注 为你的受众想出一个可行且清晰的目标 蜻蜓是社交媒体的第一步 要求你专注于你想实现的一个结果 那么 你怎么才能找到这个结果呢 很简单 你所关注的目标 必须遵循下面几个原则 首先 你的目标必须以人为本 它必须基于对目标群体的理解 从接触你想影响的人开始 找出他们的动力 以及他们是如何与你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以保洁等公司开发产品的方式为例 他们越来越多地致力于了解终端用户的需求 并将其作为开发的起点 第二 你的目标必须切实可行 所以当你想要一个有远见的长期目标去努力的时候 你也需要把它分解成更小的 可行的 容易理解的目标 第三和第四 你的目标必须可验证和明明白白 这意味着你需要设置明确的目标 并衡量目标的进展 这能够激励你的用户 因为他们会庆祝小的胜利 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最后 你的目标必须能让你的受众充满幸福感 换句话说 它不应该只对你有意义 对他们也有意义 所以你需要向他们解释 为什么他们应该支持你的事业 第二 赢得关注 其原则是具体到人 出人意料 图形胜过文字和建立全方位的感受 今天 我们被大量的信息淹没 比如电子邮件 短信 特推 Facebook 状态更新 和你最喜欢的网站上的广告 所有这些信息都在争夺我们的注意力 难怪人们很难真正地倾听 并采取行动 那么 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 首先 你需要具体到人 假如你在Facebook上 邀请人们参加一个活动 如果你给每个被邀请者制定个人信息 而不是仅仅地发送一个普通的邀请 你肯定会引起更多人的兴趣 同样 如果你定制了关于你的事业的信息 让你的受众感觉个性化 他们会更有可能地关注你 第二 你的交流应该是出人意料和令人惊讶的 因为人们倾向于把大部分时间 花在一种自动运行模式上 而不是真正积极地 关注屏幕上的任何大量信息 要让他们从这种恍惚状态中清醒过来 你需要给他们惊喜 正如营销大师塞斯高丁所说 你需要创造出一头紫色的奶牛 这样才能脱颖而出 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第三 图形胜过文字 把你的想法做成简单的图像 比如照片和视频 而不是冗长的解释 研究表明 想必听到的东西 人们更能记住看到的东西 例如 日本有一家对抗肥胖和饥饿的慈善机构 它之所以成功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它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标志 两张餐桌 一张是满的 另一张空的 而且还为桌子起了一个创意十足的名字 最后 你需要建立全方位的感受 如果你真的想让你的活动被记住 通过刺激其他感官 如听觉或味觉 来建立情感联系 例如 为一段视频 选择合适的背景音乐 可以激发人们强烈的情感 第三 吸引人们参与 通过讲故事 让你的受众参与进来 自从我们发展了语言能力 我们就用它来讲故事 从历史上看 讲故事 有助于人与人之间 一代又一代的信息交流 即使我们不在每天晚上坐在篝火旁交换故事 它们仍然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交流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故事能激励和感动人们 而冷酷无情的事实 无法做到这一点 以基瓦为例 这是一个为低收入企业家 提供小额贷款的非盈利组织 它不会要求你 为某个不明确的慈善目标捐款 而是告诉你 每个企业家的个人故事 从而与它们建立个人联系 吉瓦已经成功地帮助了全球成千上万的人 除此之外 你还能如何吸引受众呢 首先 精心制作信息 这样 它们就能满足受众的需求和感受 当然 这需要你很了解你的受众 其次 你不能期望你的受众 对你的事业充满激情 除非你自己对它有真正的热情 正如世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所说 作家没有眼泪 读者就没有眼泪 你需要知道你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因为这是你唯一能让观众也关心的东西 然后 你必须为你的信息找到正确的媒体 对于一些个人请求 电子邮件或短信可能是最好的 而其他信息最好在特推上进行宣传 因为它们可以引发更多的讨论 第四 让参与者采取行动变得简单和有趣 蜻蜓的最后一只翅膀是采取行动 它是魔法真正发生的地方 虽然实现这一飞跃并不容易 但你可以通过牢记一些简单的规则来实现它 首先 你的计划需要简单一行 相比于一个关于参与者应该拯救世界的开放式请求 向参与者解释如何购买和安装节能灯 更容易使他们采取行动 其次 两体裁医 你需要向你的受众表明 你重视他们的贡献 并且正在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时间 如果你能让受众知道他们对你来说很重要 对你的事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他们会更愿意参与进来 所以你应该确保你的行动号召 符合受众的兴趣和技能 第三 你还应该让你的计划活泼有趣 考虑加入游戏元素和幽默来吸引更多的人 例如你可以使用一个推荐竞争来吸引人们 从而让他们的朋友也加入这个活动 最后 你的计划必须开放坦诚 分享信息 并允许其他人也贡献想法 通过这种方式 你不仅会得到更多的想法 而且你的所有受众都可以了解你的项目进展 并被你所达到的成就所鼓舞 最后分享一个蜻蜓效应案例研究 亚历克斯的柠檬水小摊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蜻蜓的四只翅膀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研究 看看这四只翅膀 是如何让一个小女孩的社交媒体影响力飙升的 1996年 亚历山德拉克斯特 出生在康涅迪格州曼彻斯特 不幸的是 还没到一岁 他就被诊断出 患有神经母细胞瘤 一种尔克癌症 在四岁的时候 亚历克斯开始摆摊卖柠檬水 筹集资金 寻找治疗他的疾病的方法 就在第一个夏天 他和他的哥哥 筹集到了令人吃惊的两千美元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亚历克斯和他的家人 每年夏天都摆个柠檬水小摊 随着消息传遍了全球 他激励其他人也摆类似的小摊 并捐出他们的收入 亚历克斯在八岁时去世了 但他去世时 知道自己曾帮助儿童癌症研究 筹集了一百多万美元 今天 亚历克斯的柠檬水滩基金 会继续鼓励孩子们 通过建立自己的柠檬水滩 来为癌症研究筹集资金 到目前为止 已经筹集了八百多万美元 亚历克斯的柠檬水滩基金会的成功 部分在于他 能够同时使用蜻蜓的四肢翅膀 第一 专注 基金会的所有信息 都聚焦于亚历克斯和亚历克斯的事业 根除儿童癌症 第二 赢得关注 基金会使用了一个古老的美国传统 营蒙水滩 在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背景下 为癌症研究 筹集资金 第三 吸引人们参与 基金会通过讲述小亚历克斯 如此无私的感人故事 在情感上 与人们联系在一起 第四 采取行动 基金会为个人 学校和公司提供了一种 简单而有趣的贡献方式 摆一个柠檬水小摊 最后总结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 带来有意义的社会变革 并不一定需要富有 或有很大的影响力 今天的社交媒体技术 使得几乎所有人都能分享故事 从而鼓励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此外 作者还给出的建议是 当你陈述计划的时候 讲一个故事并使用图像或视频 下次当你准备一份书面文件 来解释某些想法或计划时 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制作一段 简短的视频 将同样的信息 以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 图像和故事将使你的讲话 更吸引人更令人难忘 好了 蜻蜓效应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